好萊塢話題名院禁哈代山 去年10月3日在巴黎豪華公寓室酒店 燒歹徒持槍掐隻 被搶走價值1000萬歐元 約7000萬人民幣的珠寶震驚各界 法國警方經過3個月的追查 終於在9日一舉逮捕17名嫌犯 內齡充52歲到70歲不等 都是有犯罪前科的退役軍人 警方也證實 紅豚金27歲的司機也在逮捕名單之中 紅豚金燒搶的珠寶價值報導不一 英國媒體指出他的損失高達850萬英鎊 約7000多萬人民幣 是於20年來法國最重大的私人搶案 當初風豚金遭搶就有人質疑是有內鬼 他事後開除貼身保鏢 如今他的司機被捕也印證外界的疑慮 消息人士透露金卡代山知道法國警方逮捕了一些歹徒 這消息讓他終於可以安心 這件搶案對他而言依舊是難以面對 有人透露只要談到巴黎搶案就讓他非常沮喪 他只想早日擺脫這件事 他週五將到迪拜出席明星彩妝師舉辦的活動 這也是他整引三個月來第一次公開露面 到時將有大批保全維護他的安全 據說他很期待這趟迪拜行 趁機換個環境也和粉絲相處 有龐大的保全團隊保護他 他一點也不擔心安全問題